好我们接下来带大家来讨论一下 这个石油美元是不是真的拜拜了呢 首先我们今天带你看到的是沙烏地阿拉伯 不续签石油美元协议 扑朔迷离现在引发争议了 因为新阿拉伯人报指出 有关沙国放弃石油美元 以人民币作为交易的报道不断涌现 但网友就质疑了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美元为什么没有剧烈的波动 而且也没有主流媒体来报道这件事情 而且你可以看到呢 现在呢光是他们就报道就指出了 石油美元还是存活 而且运作当中 官方上会证实 美沙本月终止所谓的石油美元协议 但时代已经改变了 中印等新买家寻求以本国货币来购买石油 这些努力非常有可能会取得成果 但现在金专授欢迎 是不是相对来讲 G7已经开始在闹内讧了呢 现在已经看到泰国已经正式申请加入金专国家了 泰国外长马里已经向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正式提交加入金专国家合作机制的申请书 马来西亚首相也说了这个安华 他说呢我们很快就会启动金专的正式前序 完全支持全球南方 我已经呼吁正式成立一些亚洲货币基金组织 我们与中国20%以上的总贸易额 已经开始使用本币交易了 这也意味着摆脱美元其实是可行 也是接下来可能的目标 但现在的G7的高峰会 就没有像这个金专国家这么热烈 反倒是草成一团 在争吵和问题之中结束 那么意大利金专国家研究会主席就讲到了 这一次只有邀请少数的金专国家参加G7峰会 是很大的错误 西方借此明确表明 恶化跟金专国家之间的关系 不是进行所谓的真正合作 意大利的中国研究中心主席阿尔贝托也讲到了 他说G7集团特别是美国 认为自己正在衰弱 G7的人口不超过世界的10% 经济停滞不前 成长率低于新兴国家 但他们的病态主张却比任何以往时候都更加明显 我们就要带您看到G7峰会的这个画面 那么这个画面是意大利总理梅诺尼 他是死亡的来凝视法国总统马克宏 你可以看到在峰会期间 梅诺尼被捕捉到跟马克宏投影一个死亡凝视 尽管跟他握手的时候 你可以看得出来 似乎好像有一点强颜欢笑的感觉 那么这段画面 现在也被网友不断的来热议当中 那么彭博就说了 意大利总理梅诺尼 就在这几周就要访问大陆了 因为他自己也在新闻发布会上 说直接讲 我们正在筹备跟中国大陆的访问 虽然日期还没有确定 但是可能在未来几周就要雷成型了 意大利是之前唯一参加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G7集团成员 不过在去年底的时候 他们突然退出这个计划 那么现在梅诺尼这样的讲法就被认为 是不是他们想要来跟中国大陆打好关系了呢 那现在看到的是另外一个焦点 就在乌克兰的和平峰会 当初雷声这么大 但实际执行之上看起来好像是雨点有点小 因为包括美国就有派副总统贺锦丽来出席 那么隔天还变成苏利文 所以他们就觉得这个层级好像不太高 甚至就连德国的总理肖兹呢 上午就回到了柏林岸田文雄 也只待了两个半小时就飞回日本了 这回瑞士邀请160个国家出席这个乌克兰的和平峰会 那么最终只有92个国家跟地区以及8个国际机构代表出席 虽然说称之为高级会议 但其中35个国家都只派23级的政府代表 一半的联合国成员参加这一次的和平峰会 证明世界各国对于乌俄战争这个议题 好像已经感觉到疲乏了 乌克兰和平峰会结束之后 瑞士范蒂冈跟金砖国家都没有签署联合宣言 那么对金砖有兴趣的巴林啊沙印尼啊 甚至泰国也没有签署 余会的总共13个国家没有签署 这大部分都是全球南方国家 那么虽然这一次北京缺席了乌克兰的和平峰会 泽伦斯基说中国能够帮助我们 泽伦斯基是讲到了 乌克兰从没有说过中国是他们的第一人 呼吁北京今后认真参与发展中的乌战和平提案 他甚至讲到了只要俄军全面撤兵 明天就可以和谈 这是他重申的观点 但是网友就说了 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现在正处于上风 他们怎么可能来答应呢 我们要先来请教一下亮哥 这个石油美元真的有可能开始说拜拜了吗 不这个是一个误会啦 事实上当年1974 是美国跟沙迪阿拉伯是签了一个军事跟经济的广泛协议 那沙迪阿拉伯承诺 就是从1974年年末开始 他的那个石油的贸易的获利会来买美国的美债 所以并不是说 沙迪阿拉伯只能用美元 不是这样的意思 也不是说 沙迪阿拉伯这个石油就通通都是美元 事实上并不是这样规定 可是就是传到外面都误解了 因为这个部分一直没有公开 到2016年才公开 结果公开之后大家才发现 主要是他承诺他会买美债 坦白说 从1974到2016 美元还是占强势地位 所以沙迪阿拉伯的货币利亚尔 也是跟美元挂钩的 然后他的美元资产 坦白讲他的这个皇室跟 那个主权基金大概超过两兆 大部分都是买美国股票 所以大家就产生了一个误会 说沙迪阿拉伯满手美元资产 那大概是规定 他石油贸易都只能用美元 事实上并没有这个规定 而且那个约是五年一签 然后从1974到现在50年 他连续续签了十次 那现在他决定不签了 不签并不是说突然之间 他可以不用美元不是 事实上他早就已经开始不用美元了 比如说英镑他也使用了 欧元也使用了 那最近主要是要增加人民币 据了解了 目前他卖石油 大概已经有20%不是用美元 那蛮多的 那里面有15%就是人民币 所以事实上已经发生了 那这个为什么会变成新闻 因为金砖国家今年要开会 然后他要搞一个非美元支付 那因为沙烏地阿拉伯刚好参加了金砖 所以大家就在想说 这个的效应会不会就扩大 比如说他会不会变成OPEC Plus的整个政策 那如果这样影响就大了 因为如果是OPEC Plus 那大概占全世界石油交易40% 那这个对美元就影响比较大了 不过主要的影响是贸易支付 还有外汇储备 可是美元作为投资货币 还是全世界垄断 比如说外汇交易 它还是占88% 这个没有取代的可能性 还有比如说股市 债市 期货 目前还是都是主导地位 因为人民币资本帐没有开放 可是作为贸易货币 那这个就会联动到外汇储备 那美国现在在全球的外汇储备 大概是已经跌到差不多59%左右 那可能还会再往下跌 因为你如果贸易不再使用那么多美元 你就没有必要准备那么多外汇储备的美元 对 那中国大陆目前已经跟29个国家签本币互换 那金庄国家就是要采取这个原则 那金庄国家目前GDP扩大之后 可能已经占全世界32% 那如果他们未来大量的都是使用本币互换 那美元的使用当然会变少 所以只是说用这个开个头 那真正的议题是非美元之父 而不是石油美元 事实上石油美元已经有很多国家都不是用美元 比如说伊朗 伊朗就是用欧元 那伊拉克他也不愿意用美元 委内瑞拉可能也不太愿意用美元 所以我认为早就开始了 那我们来请照一下 那舰长你又是怎么看 我们刚刚谈到有两个国家 这两个国家其实也都是东南亚国协的国家 想要加入金砖 那分别就是泰国跟马来西亚 那泰国已经在5月28号 他们已经提出了申请的草案 那我们如果说来看看 泰国他们是怎么说这件事的 他们其实强调的也就是 现在泰国已经认识这个世界上已经是一个多边的一个 多边主义的一个架构 已经不是美国的单级体制 那他在那个发展中国家 其实他讲的就是自己 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舞台上面的这个地位 日益提升 但是实际上来讲 美国重视吗 其实美国不重视 但是中国大陆重视吗 对中国大陆不但重视 而且跟金砖国家的原则是一致的 所以他们要加入金砖国家 这是我们听到泰国讲的 那马来西亚的总理安华 他到底是讲什么 那其实记者提问是 南方国家其实之间存在大量的贸易跟经济活动 那为什么要用美金呢 那他拿这个问题来问安华 那马来西亚总理 那安华怎么说的 安华说对 他们想要加入金砖 那然后而且他们正式呼吁要成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 也就是本币交易的部分 那如果说我们来看金砖组织的话 我们看到这张图 实际上我们看到现在加入金砖的组织 那就是红色的加上绿色的 那黄色的是他想要加入 那如果以GDP来讲已经占这个整个全世界的百分之二十九 如果说我们讲到人口数占了整个世界的百分之四十六 如果我们讲到说有关于石油的产制品的出口达到了百分之四十三 如果我们讲到说贸易的出口达到了百分之二十五 所以这个已经是全球南方国家的一个团结的一个结果 因为大家如果说再继续走进G7或者G20的组织 其实根本不受重视 而且在我们刚刚讲到Swift里面 其实是不断的被剥削 Swift里面真正美金被交换的最多 百分之四十七 第二个我们看到的就是欧元百分之二十二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英镑占了百分之七 人民币占了百分之接近百分之五 所以其实人民币现在已经有这一个能力 也就是说来撑起我们讲到的说本币结算的部分 所以为什么这么多的国家想要加入金砖组织 另外有一件事情G7国家大概也是很快要想要崩溃 为什么 因为金砖国家的外长会议 他们决定2024年的主席国要由俄罗斯来担任 这件事情一定让G7所有的国家坐立不安 因为不知道金砖国家会有什么样的 不在俄罗斯的主导之下会有什么样的决议 好不过讲到俄罗斯我们要问一下兵哥 这一次的乌克兰的和平峰会 好像西方国家感觉就是走过场而已 你怎么看 这个本来就一开始就是注定会失败的会议 你要开和平峰会 结果俄罗斯你不要请 我就不知道这开了要干嘛 你准备要强迫俄罗斯吞下去吗 如果今天俄罗斯是比较弱的那一方 那也就算他是比较强的那一方 结果你们能够逼他吞下去什么东西 逼他用核弹对付你们吗 所以我就不知道开这个会到底本身意义何在 然后现在开完之后 你没看到泽伦斯基对中国大陆又变软化 他之前不是一直指责说 中国大陆到处去翘墙角 叫大家不要参加吗 结果他现在又回过头来告诉你说 我们还是从来没有说中国大陆是我们的敌人 我们还是好朋友 你还是要多帮忙 那这样到底有什么意义 赚了一圈 其实到最后就是不了了之而已 对俄罗斯完全没有任何影响 那我一直觉得泽伦斯基好像没有办法看清这个世界的现实 他现在还在要求说 普丁退出所有的占领区域 我跟你讲他的意思是包括克里米亚的 那你觉得普丁有可能会接受这种东西吗 这绝对是吃人说梦嘛 今天你要提出这种条件 是你要是强势的那一方 你是对俄罗斯采取攻势 你提出这个可能比较有道理 就好像普丁前两天提的说 如果你让我现在 我占领了这四周你都给我 那就算了 我们就可以开始停火 就是这样子啊 所以很多人说普丁在示弱 我不觉得普丁在示弱啊 普丁就在告诉你 你就是我占下来的地方归我 那现在我们是在开始谈 那可是泽伦斯均你明明现在你是受压迫的一方 结果你提出一个天方夜谈事 那就是根本没在想谈 基本上你给普丁的讯息就是叫我继续打 就这个意思啊 所以我认为这个没完没了了 至少11月以前 美国大选以前拜登也不想让他停嘛 因为他总不能让乌克兰输掉这场战争 所以我觉得就大家拖着吧 牺牲是谁 就是乌克兰人而已 这个是没办法的事 那G7我觉得很有趣 这个G7到最后变成抗中大会 然后他在里头提了 大概将近30次中国大陆 然后什么东西都是中国要负责 中国产能过剩 中国制造区域紧张 印太的安全很重要 我觉得问题是G7自己的影响力 正在减弱当中 你对世界的宰致力 已经不像过去这么强 所以你们提出这些东西 到底会有多强大的意义 其实我觉得美国跟G7的这些国家 自己要去想清楚 所以当世界整个在变化的时候 我认为美元霸权 可能有一天真的会慢慢终结 但是这个过程会拖得非常非常非常的久 可能比大家想要多久 我觉得至少是几十年 而且你说中国大陆 现在人民币要逐渐取代吗 我认为不可能 因为中国大陆在经济管制上面 有太多的限制 所以这就限制了它成为国际货币的可能性 我认为这一些态势都还是刚初步开始启动而已 未来这个态势也要随着中国大陆自己内部的政策转变 才慢慢有可能在未来几十年慢慢成真 好 接下来我们大家来讨论另外一个议题 那就是波音了 这个波音最近真的是好像随时连连很多问题一直产生 包括了你看了这个西南航空再出波 外面说非夏威夷的一般航机呢 是一度坠至海面一百二十二公尺 这西南航空737 MAX 8客机呢 在夏威夷海以每分钟四千英尺的速率来下降 距离大海面只剩数百英尺 后来才重新爬升到安全的高度 想必这里面的乘客应该都吓死了 那么现在还有另外一个荷兰皇家航空呢 他们的飞行当中呢 飞机竟然出现窗户有裂痕 所以他赶快紧急折返成田机场 没想到机型又是波音7879 那么呢他们发现这个驾驶舱的窗户出现裂痕 赶快折返回日本的成田机场 还有波音的坐机又传故障 纽西兰总理出访也被迫换飞机 这个总理呢 卢克森搭乘的波音757飞机 在巴纽加油的时候发现了故障 没办法只好改搭商务的航班到日本去 那么现在要拼取代中国 印度哦他要赶快狂盖机场 砸钱买飞机 因为印度总共有149个正在运作的民优机 印度官员预计到2040年就会有15个 这个城市里面会有两座机场 传闻梦买可能会新建第三个机场 印度的航空公司加大的来扩大机队 印度的航空甚至是赤支600亿美元 向波音跟空中巴士订购了470架的喷气式飞机 而现在印度的阿卡萨航空公司 也预计波音73G MAX10 要在2027年来交付 阿卡萨在1月份订购了150架这样子载体飞机 这个公司目前有24架飞机都是737 MAX系列 但是呢美国的737的波音呢 它现在生产目标恐怕要延后三个月了 因为波音已经通知它们的供应商要把737系列的飞机 重要生产目标延后三个月要到今年的9月 才有可能达到每个月生产42架的目标 只是现在中印的关系是不是相对来讲也比较紧张了呢 我们现在也来看加勒万冲突四年之后 印中关系还是持续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 2020年6月15号 那么中印士兵在拉达克加勒万河谷发生的暴力冲突 现在算一算已经过去快四年的时间了 当时造成20名的印度士兵死亡 尽管进行了大量军事和外交的努力 但是在边境的对峙 你可以看到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解决的状态 为了增强在拉达克东部的作战能力 现在印度空军扩大列城机场的花心跑道 让它可以用在战斗机跟运输机的起降跑道上面 列城的空军基地其实具有相当重要的战略意义 我们带你来看到在2020年这个冲突之后 印度空军在这附近部署了68000名的士兵 90辆坦克还有多部雷达 而现在印度也将进行国产短程的防空飞弹高空试验 印度的国防部将针对像这样子国产 坚扛式的防空飞弹进行试验 预计在拉达克或是席京等山区要来进行高空测试 因为它要应对巴勒斯坦跟中国的空中威胁 像这样子的坚扛式的飞弹库现在他们是库存非常的缺乏 因此投入了681亿的卢比要开发本土超短程的防空系统 而现在美印合作世界上第一个自主水下和水面的车辆 来应对中国的海上威胁 印度知名的系统公司利用了这样子的水面下和水面的车辆来应对 相对的海域的感知 港口的防御 声纳的测汇 甚至是水雷的对抗 反潜战等多方面的作业 那么并宣布跟美国公司Ocean Arrow来正式成立一个合作的关系 但是莫迪刚刚大选是不是开始耍流氓了呢 传出大陆手机大厂被强迫要出售印度的子公司 莫迪对中国的态度越来越强硬了 几个印度经营多年的中国智慧手机厂面临当地政府的打压 包括了像是OPPO VIVO 甚至他们都被迫要卖出他们的印度子公司 至少51%的股权 以便之后能够继续在印度来营运 我们先来问一下这个波音的事情好了 亮哥你怎么看这个波音最近好像真的是出事不断 对啊没救了 这个是因为它历史留下来 所以现在世界各国波音的飞机远超过空中巴士 你也没有替代品 你只能够说有一些国家它有自己的飞机 不过这个是少数 顶多是国内的短程航线 比如说中国大陆在推C929 不然实际上中国大陆大部分的飞机也是波音 它只是最近开始大买空吧 对 那这个就是历史的历史的长久的问题 波音是二战之后就开始卖给全世界 对 所以你很多飞机的技师训练也都是波音 连那个民航局里面的人大部分也是波音 那929只会变成这样 这个美国 知道我认为波音是经过一个阶段 它想要降低成本 所以它把很多零组件都委外制造 那可是那个过程我认为管理是出了问题 那美国的那个民航局 基本上很多都跟波音有关系 那全国就只有一家 你认为它会公正吗 然后它对外的销售很多都是靠政治压力 的确是 我们台湾不是买了28架 那难道我们有经过比较吗 你认为波音一定比空中巴士好吗 根本美国就是靠它的 全世界的恶霸压力 逼人家买它的飞机嘛 所以你去想一想 这个不是经过国际竞争得到的标 它怎么会终于是它的品质 然后它的民航局 很多人又是波音出身 那你想一想会不会勾结 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公司已经没救了啦 就是说你如果都靠政府的力量对外拉比 然后来得到一些销售的机会 那你就不是凭品质取胜嘛 你是凭政治压力取胜嘛 所以我现在只要出国 我有机会不搭波音我都尽量不搭 我都尽量去问是不是波音 是波音我就不搭 因为你已经事件多到 它不是一两件 我们几乎每个礼拜都有波音的新闻 而且都是不好的新闻 你去想一想 那大家都无可奈何 因为全世界到处机队都是波音的飞机 所以我坦白讲这个就是一个 这个就是一个四宠而交 靠政治压力得到订单 然后垄断国内市场的一家公司 那久了就是这个样子 事实上这个东西 就跟那个中油跟台电一样 中油因为有台塑石油竞争 所以就比较兢兢业业 台电你有竞争者 所以三不五十就给你小动物 你也无可奈何 难道你有选择吗 所以我是觉得 这个是美国自己的问题 说实在 那为什么空中巴士这个问题比较小 因为它是多国合成的 所以法国跟德国他们会互相监督 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就会回来 带您继续聊国际情绪 欢迎回到新闻大白话 我们来问问舰长你怎么看这个美国跟印度的最新合作 事实上来讲 这个强权国家跟其他国家的军售 或者是军事合作 其实就是一种互从的关系 也意思也就是印度不断的靠向美国 然后美国就开始跟它做一些军事合作 那我们现在谈到的这一个就是Ocean Aero的这一艘船 其实它是跨界值的船 什么叫跨界值 也就是我们可以 它可以在水面以上 就是在空气中 这是一个界值 它也可以潜航到水下 这又是另外一个界值 那它的这个其实是一个像帆一样的结构 它的帆一样的结构 那风大怎么办 它风大可以往下折 那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另外我们如果说看这张照片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帆 以及它的船体上面 有非常多的太阳能板 这也是它的电力的另外一个来源 那如果说我们看到放大的照片 其实更为清楚 也就是这些通通都是太阳能板 那这个也就是它可以下潜的照片 它可以下潜100公尺 那我们讲说 它在水面上的这种航行 其实它如果说可使用风力 或使用太阳能 它可以使用 它可以用五节的速度 就是大约是每小时九公里的速度 行驶三个月 那其实它也就是用这个方法 来解决无人舰艇 或者是我们讲的跨界值的这些载具 它没有办法 在长期的巡逸在海上 或者是在水下 它的一个解方 也就是它上浮的时候 它就使用风力跟太阳能 然后冲宝殿之后 它就可以下潜 然后它可以这样做海域的感知 也就是它的雷达截面积很小 也就是雷达很难侦测到它 另外它可以做港口防御 也就是它可以有弹头的这种挂载 它也可以像我们看到乌克兰的状况 它实际上去碰撞 它也可以用 它也具有声纳 可以进行反潜作战 那这种思维的确是不错 但是我们要想到说 其实有没有其他的思维 有 那个上海的交通大学 其实他们有其他的一个作为 我们之前在节目上看过 就是挪炸 它其实也是从水下 直接起飞到水面 但是现在中国大陆有另外一种 它们像是烘鱼一样的这种结构 为什么 因为它有高压跟低压区 它可以在水上或者是水下滑行 有效的降低电力的使用 这也是另外一种不同的思维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就会回来 带您继续讨论 兵哥 你又是怎么看最近的印度呢 我觉得印度一直是个很有趣味性的国家 就是它有这么多钱 要花一下花600亿美元 要去建这么多个机场 然后买飞机干嘛的 当然买飞机建机场都是好事 也会促进印度一些产业的进步 可是印度真正需要的是 它最基础的公路跟铁路建设 你的公路跟铁路建设 落后到一个不行的地方 你们怎么都没有想过要赶快去建设 其实我真的不懂 因为它连最基础的乡村这些东西 生活环境都不去改善 然后你把所有的建设 只集中在几个大都市 这样的结果是好的吗 当印度的社会差距越来越扩大的时候 其实到最后会反拖住 印度整个经济成长 他们现在是在享受人口红利 没错 可是人口红利也是有其极限的 你的基础建设 如果不整个提升上来的话 我觉得印度要再往下一步发展 其实是有它的困难性的 那当然印度一直把 中国大陆视为假想敌 所以它会在加勒湾这边去 部署更多的飞机 战车 兵员 这是很正常的 可是我觉得它部的太过头了 它在加勒湾那个地方 部六万八千人 六万八千人是重兵 欢迎继续锁定新闻大白话 我是韦佳琪 那么这次也要带您从国内政治 看到国际局势 那么加入我们这期的来宾 包括有耶鲁建之学的博士郭建亮亮哥武安 大家好 还有我们资深媒体人谢寒斌 寒斌哥武安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以及我们的前海军舰长 吕李时 吕建长武安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我们今天要带大家来看看 就是最近大家都会讲到了 这个电费跟大家息息相关 就是现在夏天真的好热 你在家里都不可能不开冷气 只是现在官员难道不许又迷吗 因为经济部长这么讲 他说电价不是便宜的好 而且你不用每个房间都装冷气 他说台湾不缺电 更指电价不是越便宜越好 民众舒适生活之余呢 你不要忘你自己也要节省用电啊 像是三十平的空间装两台冷气就够了 不要因为你有三房 一个厨房就装了四台 只不过当然大家都很好奇 那经济部长你自己的家里 是不是也贯彻这样子的做法呢 所以我们新闻大白话的制作单位 就打就是问了这个经济部 说方便透露一下 部长家请问你几房几台冷气 是不是照了自己的建议来实施呢 但经济部的回应说 我们已经发布新闻稿了 没有更多的回应 只不过不止这样子的官员的回应 让大家觉得有一点问号之外 包括了黄国昌呢 在问这个警察待遇 因为我们的人民保姆很辛苦 那么警察待遇该如何改善 没想到我们的警政署长说 就让他们快乐上班平安回家 那么呢 他说呢 要有优质的工作 首先就是要快乐上班平安回家 大家就一头问号了 问你的是待遇有没有可以增加 大家这关系是调薪的问题 你既然说是让上班快乐 回家平安 那么现在美国的电力大使 现在要来拜访台湾的大同公司了 邀集重电业跨海设厂 阿肯色州的前州长呢 首播电力大使 那么他率领了议员访台 要来谈这个供应链 大同时抢了头箱 双方将针对美国重电相关的业务 来进行讨论 结果现在民进党是不是还在造成 国防部长顾力熊呢 因为他们说呢 做出的无人机是又龙又虾 浅见的战戏还得靠美国来抢救 现在顾力熊回到中科院 顾力熊上任之后呢 陆续推出一些军方的改革 包括取消提振部 刺枪数 假日安全回报制度等等 但是接下来顾力熊要回到的是 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 因为中科院研发后产制的武器装备 赶不上 甚至是不符合国军的要求 为此呢 还成立了一个联合督导小组 评估人员的裁病计划 有人就说了你这样做 是不是在质疑前任国防部长邱国震的作为呢 他们说不拖了 顾力熊 他直接讲说对美军购1700枚 拖式2B飞弹 年底前就要交货了 他说呢 经过美国陆军测评没有通过 重新生产后 目前已经透过测评 预计在第四季也就是年底前全数交货 但是现在有人就说了 台海战舰关键48小时 北京会不会双重反击 美军的无人地域似乎也未必能占上风 因为中国作为无人机生产大国 为雷势币也会以相对的方式来因应抵抗 美国是不是能够占上风 现在仍旧是打上了大大的问号 日本冲绳 菲律宾 关岛等基地 甚至是夏威夷和美国西部的沿岸 都可能被中国列为了潜在的目标 只不过现在我们要带您看到一个画面 是中非呢 现在又再爆冲突了 中国海警执法新规上路 中非的船只呢 清晨南海相撞 北京声称是非法闯入 菲律宾的运捕船 无视中方多次警告 违反国际海上必碰原则 故意危险接近中方正常航行的船只 导致发生了碰撞 责任呢 完全在于非方 这是中国海警的说法 那么现在中国也第一次上 南沙群岛部署两栖攻击舰 在071的两栖登陆舰 首次证实在仙兵礁附近 举行了气垫船的演习之后 解放军075两栖攻击舰 周五在这个地方呢 被发现 这是首次部署到了南海群岛去 现在中日的关系 是不是再涨冰点 我们要带您来看到的是 海军陆战队 迁往关岛加强西南防卫 减轻宪民负担 存在不确定性 鉴于中国不断增加军事活动 每日将加强南西群岛的防御 为台湾跟钓鱼台 紧急状况做好准备 日本将陆续开设一些自卫队的营地 并推动美军共同使用设施 但现在有报道就指出了 驻日美海军陆战队 12月将开始移失到关岛去 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 移失到关岛 将于今年12月启动 冲绳人先前对美军基地多次抗议 那么现在他们真的要移走了 我们要先请教一下亮哥 亮哥你怎么看 这个官员讲这些话 让很多人都觉得一头雾水 这个经济部长 我们对他期待最高了 因为他来自业界 也是有名的公司 那现在讲话 怎么越来越像王美花了 实在是真的有点意外了 这个我们本来是期待他会比较实在 对不对 比如说那个核山要不要研溢 对 老板现在听到的消息都是不想研溢 就是要除异 那除异大家也都知道 赖青人要发展AI产业 AI产业美国都估计到2026年 他们是估计电力的需求会大量增加 那增加的幅度很惊人 对 而且你也知道嘛 那个算力 那个 我说那个把那个最先进的晶片 比如说现在已经到GP200 那都是并联 算力越来越快 那美国现在还有几个很大的公司 要成立那种超级算力中心 我们台湾难道不做这个吗 对 你如果要做AI 这个恐怕是最重要的吧 对不对 那你要做这个 我不知道 我到现在没有看到经济部 对未来我们的AI产业 到底是要做哪一些 如果你只是说我们既有的 比如台积电做晶片 那伺服器 反正我们就制造这些 那这样子我们只是提供硬体而已 我们并没有成立AI真正的核心 比如说超级电脑中心 那个算力中心 这个才是最核心的嘛 那更不要讲说 你要不要发展一些大模型 来有利于各行各业 这个反正这个就是最费电的部分 难道你要发展AI这个部分 你不要吗 如果这个部分你要 那至少要给人家看一点你的规划 比如说大概一个运算中心 我们如果比照美国的水平 那大概要花多少电 是不是至少会增加一个核电厂的需求 可能就是这样 对 因为你就看台积电 做到三奈米两奈米 那个耗电就非常惊人的嘛 比如说在南科 台积电的耗电等于台南市 等于整个台南市的民间用电 所以你去想一想 这个我觉得经济部都不给一定的答案 那当然大家就还是会紧张 这必然的嘛 除非我们郭志辉部长已经预期到 ECFA之后 我们的传统产业会倒一片 那是不是他们倒下来 所控出来的那个用电就刚好这样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这样想 这个 那如果这样想就很悲哀了 就是船产死一片 或外移跑到东南亚一大堆 那所以就控出了这个用电量 我不知道他们心里是不是这样盘算 如果这样就太可悲了 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是类似的 比如说无人机也是一样 无人机这个不知道有多少人 这个也不是赖兴德这一任 上一任 不知道多少人跟他讲无人机多重要多重要 那你就眼睁睁的看着中国大陆无人机的机队 远远的甩在你 你把你甩在不知道多远啊 多远啊 那上次赖兴德不是去巡查嘉义的基地 对 看到大陆的零件 那结果你中科院做的也不适用啊 这个就是你的现况啊 那所以你就 你就看那个美国在讲无人地域啊 也是一样啊 美国事实上也没有准备啦 因为美国他讲的无人地域并不是无人机耶 他讲的是无人潜艇跟无人的水面舰 这个预算啊 美国根本就没有怎么编列 比如说今年跟明年啊 美国的海军的预算大概是630亿美元啊 然后做无人艇的预算只有1亿5000万 而且明年也是一样 所以我跟你讲啊 因为这个是美国印太司令Paparo讲的啊 坦白讲这个大概是 美国有史以来最爱讲话 最爱话唬烂的印太司令啊 你难道不知道你的海军预算 这个项目预算只有1亿5000万吗 还在那边画唬烂 你要搞到无人地域 你要做多少艘舰艇啊 你根本没有这个预算啊 我不知道他在画唬烂 我们台湾要跟他吹啊 真是很奇怪 而且真的造出来你要放哪里啊 你请问你如何进入台湾海峡 你的航母敢进来吗 运输舰敢进来吗 那难道他愿意寄放在我们台湾西海岸吗 所以我是觉得啊 如果连美国的印太司令Paparo都是 吹牛虎烂大王啊 你就可以想象 他对整个台海战争 他的布局是怎样 我们来请教一下兵哥 你又是怎么看台湾的官员讲这些话 我是觉得大家都有样学样 因为我们的总统自己本身就是个插话王 所以他的部长会这样讲话 我也不意外 店价不是便宜的比较好 那就麻烦郭智慧董事长 你们家公司就用最贵那个店价 你就用啊 你认为不是便宜的比较好啊 那你就用最贵的啊 以身作折啊 对啊 不就这样吗 你家也不要开冷戏啊 不用去讲这些问题 讲这是没意义的嘛 节流当然很好 重点是开源嘛 你要告诉我们未来的店从哪里来嘛 刚刚亮哥已经讲了啊 台湾未来要变成AI发展大国 AI其实基础就是什么 要花费比现在多得多的电力 你才做得到 不然的话你根本不可能 人家美国为什么要预做准备 因为美国要往那个方向发展 对啊 那我们呢 美国现在是不缺电哦 人家已经先在未雨绸缪 再做这个准备了 然后要把我们的台湾的厂商吸过去 那请问一下我们做了什么准备 我们还是6年9000亿 继续发展绿能 这个是搞死自己嘛 未来你知道 现在台积电整个发电量 就占了全台湾的8% 那未来如果你希望台积电 生产先进晶片 那一定更高 然后呢 未来如果你要去发展AI产业的话 那AI产业那些晶片运算的时候 那个电力是可怕吓死人 那请问一下你电从哪来 完全不知道 反正无所谓 他们就这样干了 所以我觉得大家都随便讲嘛 像这个警政署长也是一样啊 我当然也知道快开乐上班平平安回家 那问题怎么做啊 实际上他们的总统啊 赖金德今天也讲 我希望企业都能够帮员工提升薪资 然后盖宿舍 然后帮忙照顾脱婴 你希望 废话我也希望 谁出钱 是你总统要出钱吗 那你们要制定法规吗 如果都没有 你每天就在希望了 你就每天希望人家做功德嘛 那这样怎么可能做出来的事情呢 那顾力穷讲这个 讲起来是很漂亮 我们要针对弊端 要发展真实有用的武器 你懂啊 全顾力穷你懂吗 你知道台湾真的需要什么武器吗 你知道吗 老实讲泡泡罗那个无人地狱啊 以美国现在的所有 美国确实有无人潜舰 也有无人水面舰艇 都跪了个吓死人 所以根本不可能那样大量部署 所以美国其实 他们现在是要打掉重练 他今年三月有个复制者计划 现在花十亿美金 刚刚丢下去研究 准备能够做一些相对比较便宜的 能够大量制造 才刚开始而已 什么时候能够研究出来不知道 而且我跟你保证 他就算研究出来 也不会比老共便宜 因为老共那个 人家那种生产量 那是跟比较钱的一样 现在乌二战场 很多无人机就有老共在提供了 那你要去跟人家拼无人机海 无人舰艇老共也在开发 无人潜舰老共也在做 所以我们真的有办法去拼这个东西吗 那当然现在 菲律宾就是 开始在跟中国大陆冲撞 我是提醒菲律宾要小心 因为大陆这个新法通过之后 他可不会再像以前一样 单纯跟你撞一撞 大家互相拍影片 回去自嗨就算了 接下来他是有可能会把菲律宾的人 直接抓起来的 这不是不可能的 他可能会直接扣他的船 这些都是可能会发生的 那在南海把关系搞得这么恶劣 我是真的不乐见 可是我觉得菲律宾好像现在 有点脑冲血就一路往前冲 到最后美国不见得会帮你 你看一个最明显的例子 他你们这边讲的 中日关系又降到冰点 现在日本很紧张 怕冲绳会出事 那怕冲绳会出事的时候 就你们下面这个标题直接来 海军陆安队走了 跑去关岛 请问一下什么意思 你不是这个时候应该要留在冲绳吗 就问你跑去关岛 那请问一下在干嘛 所以美国真的要想办法帮日本守 帮台湾守吗 大家自己去想想看 好 我们来带大家看一下 就是资料画面 但是我们要先来请教一下 这个舰长 舰长您怎么看 现在这个中飞啊 一直在爆这个冲突 似乎就是已经一触即发了 是 那个海警三号令啊 也就是海警机构行政 行政执法程序规定 在6月15号 也就是前天 他开始执行 执行的内容 最重要的33条 我们看到 也就是说 他说被检查船 你必须要按照指令 停船接受检查 那如果你不配合接受检查的话 强制执行 那强制执行呢 还会进行必要的拦截 以及那个颈椎 颈椎就是一直椎 那我们看到 现在今天早上出问题的 是在仁爱礁这个位置 那在仁爱礁这个位置 也就是说经常要前往的补给船 那在这个位置 他碰撞了中国海警船 那碰撞海警船 如果我们按照海上必碰规则来看的话 实际上来讲 他们的那个小艇 就是追越或者是交叉相遇 其实都是避让船 也就是说 他就是来碰瓷的 他是故意的 那如果说我们仔细看 在这个六月十四号的时候 这个已经是很模糊的 这个卫星照片 这就是欧洲航太总署的照片 我们可以看到 在储碧礁的南方 其实这里的这一个黄圈圈里面 他就是零七五 两栖攻击舰 那两栖攻击舰 我们现在看到 他这个长度量出来是两五四 两栖攻击舰零七五 他的长度是两五五 那当然以卫星来看 是会有点误差的 接下来我们除了 看到两栖攻击舰的话 我们继续往下看 071的这一种综合登陆舰 事实上在13号 他也出现在这个仙兵礁附近 那除了出现在仙兵礁附近之外 就刚刚其实我们讲过 他出现了拐两六型的气垫登陆艇 这到底是在做什么 其实我们可以看 第一个我们看到的 这是零七五的两栖攻击舰 他除了上面有全通式甲板 可以起降各型的直升机之外 他的乌舱里面 实际上就是拐两六型的 这个气垫登陆艇 可以从从这个里面出来 我们刚刚看到了 071也看到了 零七五 意思是什么 意思也就是解放军准备 在这个南海进行多层双超 我们已经看到了 零七五跟零七一 在这个位置上面 那这就是我们讲的 726型的气垫登陆艇 它可以起飞各种的攻击直升机 跟运输直升机 然后对你所有的 滞留在那边的舰艇 然后予以驱离 或者是马德雷三号的人 予以驱离 其实这个就是一念之间 继续作死 那你就真的会出大问题 那接下来 我们刚刚谈到 有关于顾立雄的 对于中山科学研究院的 这一些整顿 我们必须这样讲 在去年的这一个航太展的时候 我就讲过 因为我亲自去看过 非常多的厂商跟我讲 说我问他们要用什么频段 他们说频段要等 中山科学研究院 来分配他们才知道 怎么可能呢 因为你的无人机 就是要按照频段设计的 我们这样讲 其实中山科学研究院里面 出了一些乱七乱八的问题 也不是今天 我们想想看 1982年到1988年 为什么郝伯春先生 他那个时候是参谋总长 他要来兼中山科学研究院的 这个院长 然后 整顿中山科学研究院 这个才是真正的问题 那个时候他们到底找了谁 其实那个时候 他们找了一个政战的 政战的少将 而且具有 匹斯堡大学工业工程硕士 也就是工程也没问题 而且也是政战系统出身的 由此来整顿 中山科学研究院 这个建议提供给顾立雄 有一个人的信息 再次顾立雄